中研院院长翁启会深陷号顶的风暴最爆新案了 2013年中研院现在 中研院打算技术转移给润泰银演梁 张念慈合资的润亚生计 并且安排参观中研院的研究室 虽然双方之后并没有合作 不过检调怀疑这技术已经外流了 涉嫌突立背心 检方调查中研院长翁启会竟然爆出新弊案 侦办方向除了要厘清 检盟前卖出10张号顶股票 是否事前知情 有无内线交易嫌疑 翁启会女儿持股3000张 有无对价关系 涉嫌贪污收费之外 2013年中研院和银演梁 张念慈合资的润亚生计 迁记转备忘录 还带业者到中研院听简报 虽然后来没合作 但可能技术以外泄涉及突立 现在除了对翁院长 限制出境以外 也朝突立的方向在侦办 所以我们呼吁检调 尽快能够加速侦办的脚步 对于中研院所有技转过程当中的 有没有类似相关的问题存在里头 当然我认为这是翁院长自己第一线 要去面对的 翁启会任内经手技术转移 蒙上阴影 号顶董座张念慈 则对外宣称此案有 政治力介入 有人要从中谋取利益 大家都交相指责的时候就说政治力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未免太扯了 我们呼吁这个张总事长自己好好去面对 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所谓其他的因素存在 只希望赶快把案件查个清楚 要检调加紧脚步侦办 据党政人士言判翁启会若对进退 有所决定将在求见马总统 由马总统决定去留 记者综合报导